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啊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近期就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想做一个分析 因为最近呢明显感觉到国内啊最近呃很乱啊 就是搞得人情惶惶的 那么几件事情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一个呢珠海的是是一个头 但其实啊这件事情它到了一个一个就是引起中央震怒和高度重视的一个地步了 紧接着对吧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批示啊 墨水还没干对吧 疑心这边又发生了啊职校里面这个事情 现在据说是四个人在作案就联合作案啊 所以我也说过说00后现在00后 个子长一码啊大一码的啊 看上去都好像长得很成熟 但内心还是巨婴啊 很多都是这样的 包括在我这里也是的啊 没有及时来往没有及时回消息了 或者怎么样了啊 就开始一些怪话就就上来了啊 甚至有的啊 00后对吧 在海外啊 钱不够花还要问我来借钱 我觉得这个也是出去吃的话 你能开这个口也是那我觉得我也没没啥 我也不知道说说啥了 反正反正这个是就是说我觉得太没有太没有边界感了 知道吧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和你的家庭的这个氛围和教养 我觉得是非常欠缺的啊 那么 包括紧接着啊 杭州这边又发生了 杭州还是宁波这边又发生了 宝马 冲林群的事 然后这两天 好像是无 是江苏还是湖北 又发生了啊 学校里面 门口啊 有人驾车冲撞 学生 然后紧接着说 新疆喀什啊 一个学校发生了这个 所谓的惨大事故 那么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跟动物有关的 一个是广州对动物的这个投毒 现在听说山东也有了 啊 两个东都发生这个动物 针对动物宠物狗的这个投毒 还有些流浪猫也被毒死了 那么 再一个就是说 有的人最近在九华山 九华山大家都知道 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那地藏王菩萨呢 是在佛祖 释迦牟尼佛 涅槃以后呢 是代管人间的 但是他主要的人呢 他现在是在地府当中 是在地狱道里面去超度众生的 那么地藏王菩萨在九华山 在地藏王菩萨的脚下 那边有很多流浪狗 那么在网上大家呢 对寺庙里面的流浪狗 流浪猫 都是比较友好的 那生人对他们也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可能就是让他们在这里 寺庙里面活动 那么在九华山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 这个狗 流浪狗的脚 都是被人为拿刀剁掉的 就是被人为拿刀 把那个脚掌给剁掉的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 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些网军 在中国网上推波助澜 或者有些人 就或有网军 或有自己的这个认知 认为这个国家对动物都不友好 太不应该了 再一个就是 发生这么多戾气的事情 就现在那个戾气很重 所以呢 我是 就说 认为这些事情 一个它的源头在于 没有无从台湾 你中华民族的这个 这个气血不通 你无从台湾以后 整个 就什么 我们讲内循环 就是这样 就无从台湾以后 我们这个复古沟 这边的大腿筋 这个内侧 对吧 你去这个按摩院 找这个济师 给你按摩的时候 他会从下往上给你按 特别是按大腿筋 是很舒服的 对吧 你像在澳门 那个洗浴 对吧 女的给你按大腿筋 你那个鸡巴挡在外面 他女的给你来按大腿筋 这样按上来 按到这个复古沟 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感觉 上下都通了 现在中国大陆的问题 就是这个大腿筋 这个大动脉的 这个地方堵住了 复古沟 这个地方堵住了 台湾一进来 就是楞度二脉 丹田之气 这里全部都打通 现在你这里不打通 你淤堵了 或者说你循环的比较慢 整个社会 它就是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那么再一个 我想说 这么几点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 目前全国发生这些事情 第一个 就是莱昂就说过 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干这些事的 大部分很多是男的 对那个猫狗偷毒的 里面有发现 有些女的 长得那个很丑陋 看来是长期缺乏性生活 所以莱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性这件事情 你得不到发泄和压抑的话 这个人物它是会崩掉的 你看以前我们中国 以前在改革开放 就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年代 就不去讲了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也经历过 对吧 国有企业崩盘 下海潮 也经历过 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瓶颈 对吧 八十年代末期 就八九六四以后 那个社会的那种 那种氛围 也是很压抑的 那么再加上 我们也经历过这种 什么黑社会 严打 这种在八九十年代 都各有这种严打 扫黑风暴 也经历过 08年次贷危机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过去长期的这种高房价 对吧 包括中美贸易战 一直以来的这些事情 包括这个疫情三年 对吧 很多人其实饭碗头都没了 很多人都面临死亡的恐惧 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多灾多难 发生到现在 我们怎么 社会当中 像以前怎么 很少有这种事情 现在叫什么 经济放缓 但不意味着说 你没饭吃 就能吃饭 还是能保证的 没有说到走投无路的地 每年还是百分之五的经济增长 依然在往前走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蓝阳阳就说了 这个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周期 就是说第一个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没有得到释放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以前中国这个社会 从改革开放 到这个2018年 或者这几年之前 就是你没有进行这个扫簧的时候 其实社会 还有那些娱乐场所都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像这种事情少 因为大家要明白 你这个人 尤其是这些 比较能量 比较狂暴的这些人 他只要去野鸡店 去桑拿 去会所 对吧 去这些地方 花个150块钱 200块钱 或者做个398 498 598 698 798 898 1000多多的套餐 对吧 他宣泄了 他这个东西放掉了 那他这个人就舒坦了 就放松了 你现在过于苛刻的这种扫簧 让整个中国人都没得玩 连逼都没得操 对吧 玩两个屌 女的去玩两个屌 什么白马会所也要去给他封掉 这那的 就是你就是弄了整个社会 大家就是说 这个性很压抑 这个性压抑 它是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 有多次王朝权力进行更迭 或者说大造反 大起义 他都是跟这个性得不到抒发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你现在你原来这些人 他很多这些人 各个阶层的人 他都需要有性的抒发 对吧 他不是他不是一个坏事 这个是一个宣泄口啊 你让人家憋着在那边 对吧 你看以前 怎么出车司机 什么强奸 什么网约车司机 强奸人 什么算以前 以前那个山东有个空姐 在河南那边被人奸杀了 以前这种事其实不多的 那为什么现在多了 就是和这种性压一块 本来这些跑车的人 去那些每个城中村 去什么战监旅那些地方 花个一百两百两百 打一玩一下子 对吧 可能在开车和骑摩托车的时候 啊 机板上面还站在那个 那个餐 餐巾纸还没 就是站在那个 那个上面了 那人家就是得到宣泄了 对不对 你自从那个东莞 那被打掉以后 很多男的都喊出说 东莞这个地方被扫掉了 是很多男的心中的痛啊 因为很多人都没去体验过 iOS标准 对吧 很多时候都说 说这个东西失传了 在一些暗地的暗昌当中 但凡只要听说 哪个城市 哪个地区 来了一个在东莞 退役下来的 他绝对是当地这个头牌啊 所以说 就很多人 他就想体验这个东西 他农民工也好 他工赏功能也好 他呢 找这种可能低档一点的玩 但人家也要玩 也要放松 你像这些不稳定因子 你把它搞到发 搞发廊里面去 或者说搞到这个 桑拿洗浴中心里面去 对吧 洗个澡 敲个大背 舒舒服服的 对吧 然后上 这个捏个脚 对吧 几十块钱捏个脚 牵一牵 弄一弄 搞一搞 推一推 对吧 弄舒服了 上去 来一发 他这个力气 也就宣泄了 哪怕外面受了再多的气 妈呀 我这个地方爽 我下路 下三路通了 就是OK 所以我说过 这个信这个东西 是要放开的 你不能 这个中国社会 搞了个信 太压抑了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你就是太 连中国人 就是管太多 中共管太多 这个鸡巴裤裆里面 东西都要管 那你这个 这个就是说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什么 一个问题 这第一个就是性的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说第一个 就是说 其实方案就是什么 赶紧国家 把性质方面 给它放开了 当然不是说 不是说 搞得像什么 像什么国外那样的 弄什么执照 定期提醒 当然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也是对的 我们不需要搞 道貌暗蓝的事情 你中共内部的官员 妈的 这个贪官 一搞下来 都是全色交易 全色交易 天天都在靠 靠逼 对吧 你当这个土皇帝 这个单位里面 所有的女人 每一个都要 都要尝过来 都要操过来 都要搞过来 对吧 那老百姓 没有这么多资源 那本身 他可以去找这些妓女 花便宜的价格 可以玩 你说是不是 这个就是很大 一个性压抑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就是 我们讲 就是你中国社会 你现在是处于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 这个 高等级阶段了 也就是说 要往社会主义 中级阶段的 初级阶段去过渡了 大家听得懂吗 我在讲明 现在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 我们分为下中上 就是上级 或者叫高等 中等已经是高等 你现在要往 社会主义 中级阶段的 初级去跨越了 这个时候 就要求你的社会治理 不是只是去搞钱 发展这个经济 去搞钱 而是说 要更多的关爱 体验到 你已经 其实你中国 很多中心城市 什么 不说一线城市 就二线 三线 其实你的生活水准 和基建 物质基础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这个 发达国家的门槛了 就你这个社会 很多地区 它已经达到 这个够这个格了 你应该要进行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 社会治理 就像我们讲的 中国比如说 经济的改革 都放在深圳进行了 那么整个城市的治理 和社会的治理性的改革 什么社区的改革 这个东西 都放在上海 也就是说 把这种上海的 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 怎么样建立和谐社会 怎么样大家 能够更加的 有爱 有友善 弱势群体的 这个帮助 老弱病残的 这个关心温暖 以及很多人 他是社会中间力量 但是他有心理疾病 进行疏导 对吧 对一些 对吧 现在中国老百姓 是不会造反的 你放心好了 你别人天天搞这个维稳 对吧 搞那么多保安大 大队维稳 老是怕人 就是要造反 也怕人聚集 对吧 其实人聚集是很有必要的 对吧 有必要 就是说人是需要聚集的 就你需要 放开一些集会 比如说 有的人 你可以学习像美国嘛 有些什么 借酒互助会 比如一般人他妈的 做的像长方形一样的 或者一个大政方形 对吧 每个人都在那边讲 我是从什么时候喝酒的 我是因为什么喝酒的 对吧 然后你比如说 这种借毒的这种 互助会也有的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要允许人去 寄举 现在需要 就是人家讲 在集体当中 我是一个落效的 但在集体当中 我变得很强大 对吧 如果说 你说这些人 很多人很迷茫的 那来啊 对吧 能说会到的 你让我坐在这里 对吧 即使给各位老哥 给大家 就进行这个疏导 对吧 我们可以以大格局的东西 意识形态的东西 来抹平掉 推平掉 铲平掉 那铲子铲平掉你的这些 这些小疙瘩 这个也是 是比有必要的 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 你中国要 思路要跟上 你不能在发展中 国家的思路去 去建立整个社会 去管理整个社会了 就很简单粗暴的 对吧 然后呢 你这个政府里面 说句实在话 你有多少个 衙门是可以 允许老百姓进出的 自由进出的 我可能说 这小区很紧张 你们这个什么单位 你们这个大门敞开了 对吧 像安徽有个叫 苏 苏城县 苏县 还是叫苏 苏城这个地方 他几十年来 他的这个机关大院 就是敞开的 你车子 你没地方停 可以停那个里边去 然后呢 人家也不会去霸占 中国人说就是说 底层老百姓 其实素质还是有的 人家也不会去霸占这个车位 也会把它给开走 就是说 我的指数就说 你的社会的关爱 是要更加要有了 而不是说 整个就是把国民 当做驴一样的 驴拉末 就是说你只要就给我去干 你那么享受啊 你享受啥 给我去干 然后又是不养懒汉 对吧 不允许三个大神 不搞福利主义 就是说我们讲福利主义 它不是说物质上 给予多少多少钱 而是说 你的一些福利 清华的那个年代 还没改革开放的时候 为什么这种事儿 不是那么那么多 对吧 因为大家经常在集体生活 在集体生活 大家能感到温暖 你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说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当中 把人给分割的四分五列 就是说 人群之间相互是不流通 对 当然是有利于你的统治 但是你现在发现 物极必反 那现在全国发生这么多事情 它有利于你的统治吗 这个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对不对 你动不动哪里 谁他妈现在还敢出门 哇塞 哪里拿刀乱剁乱砍 对吧 你老百姓身上 也没有防身的东西 防身的这个东西 对吧 你刀具什么都是管制的 这个管制 那个管制 就管的太多了 对不对 像以前很多人身上 戴的这种匕首 都是可以戴匕首的 为什么 可以防身啊 在我身上戴个砍刀 对吧 如果万一碰到这种事情 他妈逼 他要来剁我 我手里有武器 我可以直接就干他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个 因为杀人凶手 他是会想尽办法 去弄到这些刀具的 但是也允许我的防身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 去进行输导 而且对着学校门口 就是直接去他们开车撞 这种人他是干嘛的 是不是啊 在家里都有小孩的 你整个社会就是搞得 让人家大家都没有信心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讲 就是说我们的智力 是需要跟进了 我们不能在就简单粗暴的这种管理方式 必须要选能工巧匠 选能力要上来 对社会进行进行什么 社会面的提升 社会面工作的提升 社区工作的提升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说 你这个人就是发展经济 所以说你选不对 官员的选拔和干嘛的 对吧 其实甚至可以进行 到区限一级 乡镇这一级的直选 这儿八经的 就是我们讲 就是说这一块 你到这一级就可以了 再往上走 我觉得就是直接论命 在下面你可以进行 就多搞一些这样的 社区的事情 和老百姓能够参与一些政治 这个东西都是好的 你现在社会就是说 你管得太死了 人家就会以这种极章的方式 来反抗你 那么第三个 我就说就是关于这些动物的事情 就动饱法呢 其实是可以落地的 为什么 因为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是全国人大 对吧 都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全国人大嘛 都是上面一句话的事情 那投票嘛 走个过场 你完全可以投票 让这个动饱法通过 因为现在 能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甚至喊出很极端的口号 你这个动饱法不通过 会怎么样的 我可能就不生小孩了 我就养了宠物 对吧 那么现在还就是说 然后宠物就是 你动饱法落实以后 像这些投毒的人 你要把他以形式拘留的方式 给他拘起来 虐待动物的人 因为很多 我们讲到社会当中 去拿刀去捅人 捅人的 这个人他平时应该都是 会有虐动物的这种行为 因为虐动物已经让他们 不能满足了 他要开始去虐人了 他开始去找这种刺激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 你一个动饱 就中国人都是很有爱心的 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很有爱心 就哪怕这个动物 这个狗我不喜欢 但是我也不会去伤害他 更不会去残害他 对吧 你看 这些法律都没有 没有这个落实完善 你这个东西 一搞这个动饱法 一出来 我两个人就觉得 你是个文明国家 老百姓觉得 我们政府真文明 我们政府真有爱心 我们政府真懂得 老百姓的诉求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的诉求 对吧 因为确实 很多人 很喜欢动物 中国人是有爱心 你要看到 记忆没什么 就中国人变得很有爱心 不是很冷漠的 那么你这种法律 都有什么 都要出台 绝对是有很多人会叫好 而第四个 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 还是前两天 讲的老生常常的一个问题 你的中国社会的 这个发展太压抑了 那么你的这个神经病 和这个心理 这些医生 这些人群是严重不足的 也就是中国老百姓 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就是说 我不仅仅是知道物质 比如说 我明显感觉到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 他比如知道莱姆基尼 知道法拉利 知道什么 穿衣服的名牌什么的 但是很多人 对精神上的东西 不太了解 比如说 通过你什么样的行为 你说什么样的话 这个人 他可能有什么心理 疾病 我是要去学习的 我要进行防范的 这个 科普是很重要的 以及你 你对这些人的筛查和管控 力度 否则的话 你这个社会 现在就是 就是被人老是看笑话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大家这个安全感 就很差了 然后呢 你动不动 又要去把人给删掉 不允许别人去讨论 就是以现在很简单 出的方式 就是说任何处的一个事情 都是要删掉 要控平 控言论 这个东西能控住吗 对不对 它是控不住的 还是说有些东西 是在合理的讨论范围之内 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 你越去武 你形成已经形成 惯性社会 现在你的社会是在往 不停在发展 你GDP增加到一定量 每天都在增加 你是走进文明型社会 和精神型社会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加强的 说实话 军事力量已经都到 今天到这样 美国也不敢打你了 那就是什么 人文建设 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你这个人 整天这么样的利息 都这么重 挺吓人的 现在外面很多人 有这个 虽然都带家伙 都带刀的 开车可能给你碰了 别的怎么样了 下来给你搞了 拿个盗子 把他给捅了 对吧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各位支持